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后面我就做了两个视频 那个视频我特别提醒大家 那么其中有一个视频呢 就是我做了七个预言 其中有一个预言呢 我就说这个澳门大家要小心了 我就让大家特别小心 澳门的这个排路会让大家 会让我们的玩家越来越看不懂 但是呢也会突然出现蝉龙蝉跳这种奇景 就是非常长的 什么十三颗到十七颗这样的蝉蝉跳 十几个这种蝉龙也会出现 让你惊叹 但是呢你正常的玩法呢 你这个你是越来越看不懂的 怎么排路会变成这样 就好像他会针对你来 你感觉是针对你来的 怎么你一下 就是反得出来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新常态 那么巧的就是什么呢 这两天呢就有朋友呢 来留言 其中有一位呢 怎么看啊 两位是两天前的 这都是我刚刚截图的 前天去了威尼斯人 好多蝉龙蝉跳 另外一位 这一位呢 前天去了威尼斯人呢 一看繁体字的 估计也是广东香港人 还是我们的会员的啊 一审 一审十二 这一位呢 一看也是广东香港的 完全用广东话和这个繁体字写的 好看啊 两天前他说 现今澳门银河及星际 全用程序牌 但用星牌时 从不切前头牌 当大家一致看好牌路时 赌产及时来过九点 杀过片甲不留 观察着 观察着 一个星期 某兵某客 兵某养客 迎安来台 OK 五个小时前 留言说的是 澳门金沙及银河赌产 都用AI智能 色牌路 更不许切牌 天哪 杀到赌客 底库都输丢 这个不许切牌 就有点过分了 新加坡金沙呢 楼下的是不许切牌 上面呢 就是高额的 还是容许你切牌的 那个 银河是一直可以的 银河和星际一直可以的 所以说我要跟大家讲什么东西呢 就并不是说我也多牛逼 而且呢 我所做的预言呢 我之所以做这个预言呢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 之前的 甚至可以说之前的三年当中 我们大陆的朋友 港澳的朋友 你们在这个 被封城啊 闭光啊 我是天天在赌场里面看着的 从新加坡看到美国 我是一直在受他们的煎熬 一直在观察他们 然后一直在拿方向针对他们 所以说我敢做这个预言 这是第一个 我看到 我跟他过招 去研究 我去拿策略 第二个就是说 澳门的这些 百家乐的这些 大数据专家 数学家团队 实际上是在美国的 因为我这个赌场里面聊过 就是美国的赌场里面聊过 甚至有很多啊 这些排路的 这个设计的这个版权啊 就好像软件版权一样的 都是美国这边的 这些赌场呢 是这些赌场的 因为赌场花钱嘛 但是呢 这些赌场呢 事实上都是 请的呢 都是美国的大数据专家 和数学家团 所以这一块呢 因为我一直在跟他 谈恋爱 咱们把它称之为谈恋爱好吧 我一直在跟他谈恋爱 我太了解他了 或者说我这么说吧 我跟他一直在同居吧 一边谈恋爱 一边跟他同居 所以说呢 那个我可以做到 这样的一个预测呢 我是一定有底气的 而且大家知道 我视频做了这么多年了 我也不管 我也不会乱说话的 我敢这么说 那么事实呢 现在也来了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 这么说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面 你会发现 他居然 还会变 就是当你认为 这是一个规律的时候 我可以跟他反打嘛 对不对 或者说 你发现的规律 你知道 你知道什么时候 应该怎么下吧 比如说像新加坡 什么三八半 四八半的时候买跳嘛 等等的这些 或者说 像残龙什么四颗五颗的时候 不 对 残龙四颗五颗的时候 我来 我来砍嘛 到了第五颗 开始我来砍 我就一直等你 等等这种情况 你会发现 你居然还是搞不定他 等你发现 他不断地在变的时候呢 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说 打到你不敢 不敢不敢进 进独场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是这样的 在新加坡的那个青沙 我干脆大概就有 一个 不到一个月时间 我进独场 我还是进独场 可是呢 我每天去操他十个牌度 然后回来呢 我就 在会员视频里面就有嘛 我把它做成视频 然后 我跟大家说过没有 我每天 起船 不刷牙 不洗脸 那个头 还不是太清醒 就整个人感觉 还不是太清醒的时候 我就开始来打 然后我做记录 我每次 有时候回去 新加坡这个气候 也不好嘛 然后有点昏昏沉沉的 或者怎么样 这个时候 我去打 我一直打到 一个月以后 大概一个月以后 我发现 我在昏沉的时候 我都还知道怎么打了 我都还可以 比如说我现在打五穴牌 我甚至是五穴牌 我一穴都不输 我还赢 我在进独场 好 我跟大家讲 玩成这样的之后 你以为你很牛逼了吧 你来了美国以后 你发现 哇 怎么又在变 最后最后最后 你又发现 你 你只能拿那些 来做练习 可是呢 它里面的最终 就是我为什么 把我的策略叫终极方案呢 你最终最最终 你一定要有一套 就是说 以不变应万变的 一套策略来对应它 那所以说呢 我呢 这边呢 已经收了四五个吧 五六个 四五个五六个 就终极策略的这个学员 那他们的反应 也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 盈利还是算比较稳定的 就跟以前比起来 那就是一个 一个超级的一个稳定的 盈利这一块 当然呢 也会经常遇到缠斗 那我认为这个不重要了 因为缠斗 是这个 这个游戏里面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甚至连书都是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你总体 你一定是稳定盈利 这个是最重要的嘛 那所以说呢 我是前面我就说过 我是准备 今年呢 一年 我就大概 只招收十个学员 我也知道这个价格呢 确实是有点吓人 两万美金 确实是有点吓人 对不对 十几万啦 人民币 那所以说呢 我是准备呢 在这个 学了 漏洞攻击 短线扶击 和这个 因为必须要用的 特别是乱路聚机 在这方面 学的比较 好的 你也认 第一你认可 第二你 也比较娴熟 OK 在这样的学员里面 能不能 我就每个人 跟你们谈一个价格 说句实话 就来帮你们 因为你到这个 你现在这种状况啊 你到这个 澳门也好 你在新加坡也好 你在这个 美国也好 我就跟你这么说 你去输个几万港币 十几万港币 你算什么呢 你可能两天 你可能一场 你又把它输完了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 咱们给有缘人 能来学我策略的 都是有缘的朋友 咱们给有缘的朋友 我因人而异 我们也不在外面公开 我们因人而异 我给你一个价格 好吧 那就感谢大家 我给你们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